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碰到熟人或者老朋友的时候 一般你会这么打招呼 嘿 你吃饭了吗 但是你很少会这么闻 嘿 你吃菜了没有 由此可见 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意识当中 饭就代表着那些五股杂粮的主食 它对我们身体来说特别的重要 俗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人是体 饭是刚 一顿不吃 饿得慌 那在营养学的范畴当中 主食其实它属于碳水化合物的范畴 那碳水化合物究竟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 我们该如何智慧地吃碳水化合物呢 今天Emma姐姐就来和你聊一聊 碳水化合物 很多人都认为 碳水化合物说的就是主食 其实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认知 比如说我考考大家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堆食物当中 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呢 我们一起来选一选 怎么样 你选对了没有 首先啊 我们就会把鸡蛋 鱼 肉拿出去 它们绝对不是碳水化合物 那么剩下的这一堆食物当中 我们说或多或少它都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 主食类的 我们有零食类的 还有水果以及这种干净类的蔬菜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喝的乳制品当中也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 在营养学上 碳水化合物又被称为糖类化合物 比如我们主食中的糖就是淀粉 那么在我们经常吃的水果 果汁当中含有很多的果糖 折糖 那么在我们喝的牛奶当中含有的是乳糖 以及在一些零食当中还会添加很多的折糖跟麦芽糖 那么这些的糖类可以说它都可以被我们的机体消化吸收利用 变成葡萄糖来给我们的身体供能 同时在豆类 穀类 蔬菜 水果当中 还含有一类不能够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 我们叫它膳食纤维 这讯息你会说膳食纤维长什么样呢 它们当中有一些长得很粗壮 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得到的 比如说喜欢吃芹菜的朋友 你一定知道芹菜就含有特别多的膳食纤维 喜欢吃橘子的朋友 你也会经常在橘子瓣的外面看到膳食纤维 当然 我们说在很多红薯紫薯这样的食物当中 你也能够吃到很多的膳食纤维 当然膳食纤维当中还有很多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 或许你听说过这些名字 比如说纤维素 果胶 树胶 低聚糖等等 那我在后面会详细地为大家介绍一下膳食纤维 说到碳水化合物的独特之处 作为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 它其实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快速高效 比如说一个低血糖的人 你一定会让他喝糖水 吃糖块来去提升血糖 而不是让他吃一块肉来提升血糖 这个例子就在说明碳水化合物功能的快速跟高效 它的这一个特点 我们身体里的大脑 心脏和肌肉是最喜欢的了 特别是大脑 可以说对碳水化合物是情有独钟 那第二个特点呢 我们是说它功能的绿色跟环保 碳水化合物在给我们的身体释放了能量之后 剩余的就只是二氧化碳跟水了 相比较另外两个蛋白质跟脂肪呢 它们在功能以后还会给我们的身体 带来很多寒淡的废物 来增加我们肾脏跟肝脏的负担 所以如此清洁环保的碳水化合物 我们当然是每天都要吃它 刚刚我们说到膳食纤维 它是一类不可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 那这类碳水化合物虽然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功能 但是它却给我们的肠道健康保驾护航 那这一类的膳食纤维 它到底是如何在我们的肠道工作的呢 艾玛姐姐 涂玛姐 爹玛姐姐 如何带你们 这是 秦桶 有 超 手 和 comb 手 nun 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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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有助于我们肠道内易生菌的生长 膳食纤维对我们的人体这么的重要 那么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膳食纤维呢? 我在这里分享一个你要记住的数字 30克 一个成年人要想吃够30克的膳食纤维 应该吃多少食物呢? 如果你吃的是玉米 就需要吃八两的玉米 如果你吃的是燕麦 就要吃一斤左右的燕麦 如果你喜欢吃菠菜呢 要吃到三斤半的菠菜 如果是苹果的话 就要足足有五斤的苹果 这么多的食物 问题来了 你吃得下吗? 即使你的胃撑得下 能量也是超标的 这个时候 我们在市面上发现的这种 浓缩提取的膳食纤维素的补充剂 就有它独特的优势了 那需要提醒各位的是 在吃这种膳食纤维的补充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多喝水 因为只有充足的水分 才能够让膳食纤维 在你的肠道里面 充分地发挥作用 听了这么多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对碳水化合物 特别是膳食纤维 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我发现有两类人群 对碳水化合物是特别的关注 一类是血糖高的人 一类是减肥的人群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他们会经常问到的两个问题 很多血糖高的人 或者是已经被定性是糖尿病的人 面对主食的时候 往往非常的心虚 又特想吃 又不敢吃 特别的纠结 其实 无论是主食 还是甜食 还是零食 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 都没有绝对的能吃 还是不能吃 关键是 你要掌握好下面的两个原则 你就可以坦然的去面对碳水化合物了 第一个原则 控制总热量是关键 首先 你要学习管住嘴 美食当前的时候 你知道 一不小心 你就会吃多 吃进一百大卡热量的食物 你知道有多容易吗 你知道 是不是觉得牙缝还没塞满呢 一百大卡已经被你给吃进来了 如果管住嘴对你来说很难 你就一定要学会迈开腿 把你吃进来的热量尽快地消耗出去 那消耗一百大卡的热量 你知道多费劲吗 总之无论是管住嘴还是迈开腿 控制好一天摄取的总热量 让它跟你消耗的热量保持收支平衡 才是最关键的 那第二个原则 就是要尽量选择膳食纤维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如果你不嘴馋 你就尽量地要多吃蔬菜粗粮全麦食品 而尽量少吃那些精米精面精加工的食品 并且要尽量避免去吃甜食 或者是含糖量很高的零食 我们前面跟大家已经聊过了 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 它有助于让你体内的血糖水平更加的平稳 从而减轻你的一线的工作压力 万一你要是嘴馋了 吃了甜食或者是零食 那你就要相应地减少每餐主食的摄入量 同时别忘了赶快吃上几粒 我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膳食纤维补充剂 让它赶紧到你的胃肠里来帮忙 很多减肥的人 他有一个误区 就是认为减肥不应该吃主食 其实这是对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偏见 很多人减肥 要么反弹 要么越减越肥 其实啊 要想减肥成功 并且效果持久 你必须是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事燃烧脂肪 第二件事要增长肌肉 第三件事呢 就是要提高你的基础代谢率 做好这三件事当中的任何一件 我们说都需要充足的能量 而我们前面讲过 最清洁最高效的能量供给 就是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除了给我们身体供能 还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节约蛋白质 蛋白质多重要啊 我们绝对不能让蛋白质 仅仅去做那些供能这么简单的工作 而是要把好钢用在刀热上 让它去做更重要的工作 如果减肥不吃主食 那我们的身体 就会自动调用蛋白质来供能 这样一来 不仅会产生很多的代谢废物 增加肌体的负担 同时还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 也就没有多余的蛋白质 来帮你增长肌肉了 减肥不吃主食 即使体重暂时下来了 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减肥 对于健康减肥的一日三餐 如果你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 那就把晚餐的主食减掉吧 但其他两餐 一定要有碳水化合物 最后 艾玛姐姐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你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的蔬果汁 这一款蔬果汁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你清肠瘦身 那我们先来看看 做这一款果汁 需要的食材有哪些 紫色的甜菜根 绿色的黄瓜菠菜 黄色的玉米柠檬 橙色的胡萝卜 还有番茄跟少量的枸杞 我们把这些食材 一股脑地把它放在打汁机里面 我们在里面适当地加一些清水 这样我们就可以 怎么样 这样一款又好看又好喝的蔬果汁 你学会怎么做了吗 那就赶快行动吧 今天就让你自己跟家人 一饱口福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关于碳水化合物 今天我们都讲到了哪些知识点 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碳水化合物 主要分成两类 一类是可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 它能够快速又环保地给我们的身体功能 另一类是不可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 我们称之为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 它在人体通过吸水 阻挡加吸附 发酵三套标准动作 为人体做五件好事 增加薄浮感 减少进食 促进排便和排毒 平稳血糖 降血脂 以及滋养我们肠道的益生菌 那么一个成年人 每天需要吃够三十克的膳食纤维 才能够尽享膳食纤维的猪般好处 好了 今天关于碳水化合物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聊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最后打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